好,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2 某个做剪斜运动的指点 其位移与时间T的关系曲线如图所示 那求它的正幅周期角频率最大速度的量值 以及最大加速度的量值 量值的意思其实就是只看大小 不管方向性 那么这题比上题还更简单了 我相信各位在数学课呢 你应该都有学过三角函数 那对于这张图而言呢 它是什么样的三角函数呢 它就会是x等于8cosθ f等于8cosθ 好,那其实它的横轴是T 所以其实这个θ又要换成我们上一题说过的ωt 所以其实应该要换成cosωt 好,那能不能看出ω是多少呢 其实可以的 可以 那要从周期去看 周期就是重复一次的最短时间 像它这里是从这个峰值到峰值 也就是从正8回到正8 它从正8到负8 然后又回到正8 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周期 或者呢 从负8到正8再回到负8 这样也是一个周期 那这些周期都是4秒 对吧 6-2或是4-0 都是4秒 好,那为什么要算周期呢 因为我们曾经知道一个关系 角速率其实就是T分之2排 转多快跟绕一圈多久 是 只是换个说法而已,对不对 转多快跟绕一圈多久 ω就是转多快 大T就是绕一圈多久 所以既然大T是4 那我们就知道Omega其实就是2分之π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值最后是8cos 然后2分之πT 好,其实这样的话就已经把一些 把前三格都已经解决了,对不对 因为正伏的确就是在正8和负8之间来回 然后周期我们刚刚有看得出来 周期从这张图看出来 是每4秒会来回一次 那角频率呢 角频率就是这个Omega 原本是角速率 但是因为我们的减血运动 它实际上是左右移动 它不是绕圆 它没有角度 所以我们叫它不是叫角速度 而是叫角频率 所以角频率是2分之π弧度数一秒 好,那么接下来两题更简单 你只要看到最大的话 就可以很开心了 因为最大的情况都是 直接带等数圆周运动的公式 就可以了 所以结果是 R分之V平方或是OmegaR都可以 我们就OmegaR好了 好,所以结果是 2分之π去乘以8 所以结果是4π 再来第五格也一样哦 最大的加速度就直接带向心加速度 那向心加速度是OmegaV,对吧 所以就可以直接写为2分之π去乘以4π 所以结果是2π平方 好,就这么简单 这个情况是不是Cosetia等于1 好,这个多多的去看这个参考员的图形 你就会对这个很熟悉了 好,所以至此我们就把这几个都算完了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